2012年水利方碑排外华语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将于6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国际青少年文化协会于5月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本次大赛的相关事宜 本次活动共同协办单位及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理事长张素久表示 水利方碑海外华语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是由国务院乔办办公室 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乔务办公室 北京电视台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的一项大型公益性侨务文化交流活动 本活动的宗旨是 以中文歌曲比赛的形式 吸引广大海外华语青少年学习中文 在海外华语青少年中宣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培养海外华语青少年的中华情和民族认同感 在奥运会成功举办四周年之际 宣扬和纪念广大港澳台侨胞 支持奥运新系祖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 进一步加强海外侨胞与北京的联系 通过这个华文的歌唱大赛呢 能够掀起海外的华人的侄女们 对这个学中文的热心 然后呢也是呢回到北京去 也可以加强这个对祖国的一个了解 北京市呢也希望就搭这么一个平台 跟海外的华人华学校有这么一个联络 所以呢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洛杉矶呢现在很荣幸 在美国一共只有三个赛区 一个是东部 一个是西部 还有一个在芝加哥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承担了 在西部的这样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主办吧 那你会为这次作为共同主办单位 来主办这个水立方这个青少年 海外青少年这个大赛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么今年呢是第二届 那去年呢因为时间仓促 没有时间呢进行选拔 所以我们洛杉矶是推选了一些选手去参加 就我们去年洛杉矶地区参加第一届的时候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获得了第三名 那么今年呢同样也是 我们要因为有时间比较充裕 所以我们今年呢准备在我们洛杉矶地区 好好搞一个选拔赛 那我们今年呢我们想说 在五月份这段时间呢 给选手们符合资格的选手们呢 充分的时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完成报名手续或者自己进行练习 然后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初选 然后一个决赛 那么最后呢我们会选出来 优胜的前两名 我们送到北京去 那么这北京呢 他们会在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在北京进行总决赛 然后在北京的期间呢 这选手的所有的费用呢 是由国桥办来招待的 所以我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 我希望说通过这个活动呢 鼓励更多的青少年 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学习 更好地学习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语言